今天午后再次跌破2700点重要心理关口,各大指数短暂性技术面反抽随后持续走低,创至下跌2%,个股普跌,纵观今年央行持续向准为市场释放流动性,但社会融资规模上,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则相当少,如果此次货币政策转向能够为实体经济真正输血, 后续货币政策力度就是左右股市关键,当前,至于A股是第二轮贸易影响,因为关税加征问题正在逐步兑现,而时间来到8月底,A股才有望迎来短暂回血机会。 今天高位的食品,衣料如福林榨菜等大消费品种,遭遇机构集中清洗,加上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预期,一些机构雕操资金,进入大基建等大蓝筹超跌板块, 还有少数资金趁着超跌之际,涌入前期低微股博一次超跌板函机会,熟瞻自导。 不过,我们从跌幅榜看沙跌潮还远为结束,以高位股和政策利空股理产业链,各股均遭遇大面积清洗。 现创财经综合认为,2700点不破不利,下铺有助悲观情绪充分释放,由于短期上方跑牙较重,指数进一步探底的动能更充足,提醒投资者密切留意2700点,附近抄底资金的动向。 观望,是短期最好策略,且不因盘面上脉冲,是商场而冲动入市价仓,这样只会增加亏损可能。 明日大牌预测,本文作者为现创财经特邀嘉宾,现创财经对文中成熟,观点判断保持中立,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,可靠性或完整性,提供任何民事或暗示的保证,解控投资者参考,投资有风险,入市需谨慎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